截斥 何支构可以披 wander 呢? 我觉得公盘业绩的股 比如有帮可以去看看 因为見到不同地方的 先看看overall 其实业目业绩比市场要求 新業務價值的增長也有18% 再看看不同地區的增長也做得不錯 香港的增長也是一個單柱大旗 另外內地的增長也有增長 比不少的內地保育公司 還有利潤率當然內地的增長 香港的增長也有改善 再看看最後的前往日利 香港仍然是最大的 因為早前的疫情相對上跌得多一點 不能夠吸引市本地的疫情因素 近日看到市場有機會反彈 而它出來的業績又超過市場預期 你看到它的新業務價值 其實很多都不算做得那麼好 有很多內地保育公司 其實它有博物在內地又做得不錯 在香港先看一條數目 大家看剛剛公佈的業績 大家都是先看過去的 這個時刻來說 應該是看將來的 但相信因為它剛才出來的 大家都是先進入業績 其實你看到香港的業務 也挺好的 再看回Morantum 另外要看它也有增長 還有市場覺得是比較正確的 就是它會有100億美元的回購 所以令到股今天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彈上去3.5% 所以如果想博大致有機會彈高一點的話 有幫我覺得是其中一隻可以考慮你的股份 上網去到股大致也不要太責任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82-83元 如果要向下的話 我覺得不要太過或者太遠 留下兩個位置 封氣值能力加低一點的朋友 就放在股底的低位 你寧願用幾個百分比 即是1比1會比較好 即是73.9毫升 如果你真的能力大一點的話 可以用它之前的底 去做一個短期的指示 即是70.1毫升 其實如果你真的看這個業績來說 其實在這個位置 都是可以去買的 甚至改裝的算是有的 但問題是如果這些本的股 它都會穿到和你破底的話 很大機會 你怕你大股會不會再向下賺下去 如果再賺下去 如果你再賺的話 你以為試過兩次低位 其實也站不穩的話 很大機會 兩萬都失手 要去到18000多元 所以平均 如果它真的這樣 跟你掉下去的時候 就算是剛才賺的股份 就算是一些好的股份 就算是一些好的股份 我覺得還是應該要去 先試一下 因為你這樣再賺下去 很多股份 都會穿到很長期的支持位 這點是要比較小心一點 免得你先拆一拆出來 等它回覆 然後再賺上去 你才會再賺 不需要太深思 這就是其中一隻 可以去看吧